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请来跟我们一起吃早餐的呢 是我们Muzik主笔 林博杰 Poki大大 是呀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为什么这次会请Poki来跟我们分享 这次的早餐呢 因为他其实也提供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容 在我们这次的特器里面 不过在提到这次的特器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早餐 它是冰火菠萝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期特器的主题就是 冰与火之歌狂想古典乐 那我不知道你那时候听到 我们做这个主题的时候有什么想法 我当时想说你们硬要把冰与火之歌 跟古典音乐扯上来 真的也是配服你们 那你们的功力应该也跟马丁爷爷一样的厉害 才有办法说写出一整本的这样 我拿着刀子讲就OK吧 我觉得很好玩的是 这个东西是从我们同事之间的闲聊开始的 因为我们有一次大家不知道在聊什么 就开始聊说 某某音乐家好像哈利波特里面哪一个学院啊 你知道什么格莱芬多那种 对不对 讲一讲我们就觉得说 今年最火红就是这个冰与火之歌要上映了 而且第八季终于要结束了 对整个完结了 那好像可以来做一下看看 冰与火之歌跟古典音乐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 这次我自己写的那篇 我就一直跟大家说 请大家高抬贵手 因为那篇其实就有点像是一个玩乐之作 我把各个家族放到独典音乐史当中 可能某一些时期他们的发展很像 就是火之歌里面家族的感觉 里面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龙木 这个家族你安排谁了 我安排谁你知道吗 我其实就是把意大利歌剧放到里面 因为你说意大利歌剧尤其像是美声歌剧 都是美女又很疯狂 但就符合那个家族的特色 意大利歌剧其实到普契尼某程度就是结束了 后面就是德语歌剧或是其他歌剧兴起 那就很像龙族到了某一个时期之后 他就突然之间就消失了 失去那个权力的地位 能做到副总编辑官司 就是很会掰 可是我觉得你那篇也非常的厉害 真的是丢出一个大题目来 那当时丢给我的时候 分配到写龙篇 那龙篇老实说就古典音乐里面 我觉得古典音乐家 其实幻想力并不是很高 他很会喜欢虚无缥缈的 让你透过旋律去猜测 去揣测他的心境 可是就有一个比较具象的动物也好 或者是说食物这些 好像都不多 有啦但是不多 对可能类似是那种歌剧啊 或是什么之类的 而且他也都只是小小的配角而已 所以我那时候就求是要说 我不要只写龙好不好 我可不可以扩张一点点 就是把所有的动物能写的 都把它放进来 我觉得也很棒 因为那时候我们一开始 写的面向是有龙 然后有冰有火 那时候也觉得龙好像有点困难 Pokey呢就想到了说 你看到每个家族都有一个动物 所以其实就可以把所有的动物都放进来 让我们觉得这个主意也真的是蛮不错的 但是当在找资料的时候才发现真的痛苦 具体来讲 史达克家族的代表性就冰原狼 但是讲到冰原狼 大家当然只想到动物古典世界里面 大概就是 彼得鱼狼 再来呢 没有啊 没有了 好像就没有了 因为不能拿与狼共舞这种电影配乐来混 所以后来当然就是想说那 母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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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认真的写完了这一篇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早餐吃完 然后家里带我吃 接下来呢 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两篇 就可以真的说 非常的聚焦在这个古典音乐 我们有一篇叫做冰之歌 有一篇是火之歌 请我们两位主笔 来跟我们上穷必过下黄泉 他们也真的非常的厉害 找出了古典音乐史上面 跟这个冰有关系的音乐 还有跟火有关系的音乐 这两篇觉得非常的有趣 因为他不是只有说 好这首曲子有冰 那你们去听一下冰是怎样 或这首曲子有火 你们去听一下火是怎样 这两个主笔 龚世瑶跟吴玉婷 他们各自为了这个冰跟火 在这个音乐里面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做了不同样的分类 比如说火 它可能是可以有救赎的功能 比如说像是诺马 最后他跑到火里 他其实有点像是救赎了自己 他可能也有其他的功能 就是他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他有毁灭啊 他可能也代表什么 那其实冰也是 他可能也有不同不一样的形象 像他可能是这个毁灭的形象 就是真的很冷 或是说 他也是一个可以很轻松感觉的 比如说雪橇啊 那他是用怎样的方式 在音乐里面表现出来 其实大家来看 他们找出来的这些音乐 大家会觉得哇 音乐家真的也都是非常厉害 他们真的也都把这样的形象 用不同方式的音乐表现出来 在冰与火之歌里面有个最重要的 异鬼 来自北方 那时候我一直觉得那首非常适合 英国作曲家福塞尔 他有一个亚瑟王传奇的故事 里面有个冷精灵被炒起来的时候 唱的那首歌 我觉得非常适合当异鬼 他的主题曲 那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其实我那边也写了异鬼 所以我们两个写的一样吗 没有 我写的完全不一样 我写说异鬼像谁 像谁啊 像群贝格 他用无调清音乐跟十二音烈 要来攻打调清音乐的四个字 这个字好坏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不同想象 一个异鬼各自表述 如果有看这个剧集 或是说有看小说的人 可能会知道说 《冰火之歌》这个作者 灵感啊 他是来自于英国的玫瑰战争 那个时候就是 有很多英国各家的王室贵族 他们都想要争夺王室的地位 他是用这个想法来出发去写的 那所以有时候你看 Ouestaro的意图 某程度跟英国地图 也有一点点像不像 你如果有看剧集的人 就会知道说 他的设定也有点类似是在 后中古世纪的那种感觉 《冰火之歌》这个剧集 他非常的讲究 因为配合作者 原本就是把这个故事设定在 有点像中古世纪里面 里面有非常多中古世纪的 比如说 像他们的服装啦 语言啦 还有一个很大重点 是他们的音乐 因为剧集 当然他有他自己的配乐 可是他音乐的部分呢 他其实就是用了这种 很像《迎游诗人》 《冰瑶》 他这种唱的感觉 还有他们配合的乐器 就比如说他会出现 像《鲁特琴》啊 这样的乐器 所以我们这次另外一个主题 杨瑜桥 他非常的厉害 他就是把这个剧集里面 出现过的这些歌曲 实际找出来 诶 中古世纪的一些歌曲 都会发现说 这个剧集写的方式 像从歌词里面来看的 真的跟实际出现过的歌曲 是非常类似的 也是我们这次切入 《冰与火之歌》的另外一个模式 那到最后呢 还有讲他的配乐 配乐非常的精彩 而且《冰与火之歌》的配乐 是用浪漫派的 然后这种管弦乐的方式 来去写 这次也有专闻介绍了这个作曲家 以及呢 他将这个《冰与火之歌》 写了非常非常多的动机 他每个角色都有他们自己的动机 而且他还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我们最后还精选了这个《冰与火之歌》 十大令人印象深刻的配乐 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边看 边来复习一下 如果你有看这个剧集的话 如果你没有看的话呢 也可以好好的看看 中间我刚刚提到的《冰之歌》 或是火之歌 对或是像是中古世纪的音乐 也应该会给大家很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这次的这本杂志呢 不管到底是不是剧名 真的都可以拿来好好的翻一下 然后跟我们一起狂想古典乐 那《早餐汇报》就到这边结束咯 大家再见 拜拜 今天《早餐汇报》大家还喜欢吗 如果喜欢的话 麻烦订阅我们的频道 推起小铃铛 如果可以的话 也帮我们按个赞 那如果有热情意见的话呢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么我们的《早餐汇报》 下次再见咯 《早餐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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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汇报》